大家好,我是小編 在今天的這個改版之後 騎士他推出了兩招技能 就是單手劍精通 還有雙手劍精通 那這兩招技能都可以透過這個金幣 來跟魔法的阿嬤這個NPC來購買 那這兩招技能呢 其實對很多玩家來說 尤其是想要練單手劍的這個玩家來說 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期待這個技能的 那雙手劍精通這招技能呢 也等於是可以再把你的雙手劍的傷害 再次往上的提升 那他最高可以打出到三倍的傷害 好,那這兩個技能呢 他到底強度是怎麼樣 那之前騎士還有一招技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叫做狂襲 那這招技能跟雙手劍單手劍精通 這個小編待會呢 會把這三招技能放在一起來比較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所有技能的這個說明 第一個是單手劍精通 那他的技能效果是 當你裝備單手劍的時候 攻擊的時候 有機率出現1.5倍的傷害 然後再來雙手劍的話呢 一樣他就是 顧名思義 你必須要裝備雙手劍 那攻擊的時候呢 會出現三倍的傷害 這個也是機率的 然後再來是狂襲 狂襲是屬於紅技 那他是之前就已經推出的這個技能 那是裝備雙手劍的時候 機率出現1.5倍的傷害 好 那我們先來講 這三招技能 他的這個發動機率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發動機率越高 表示這招技能 他的第一個是 表示他的傷害會越高 那也代表他的實用性 好 那戰術組合起來呢 這個其實也都是可以參考的 那小編這邊去找了NPC 就是楓木村的這個NPC 來做實測 好 那我們透過的是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分享過的一個 DPS的測試工具 所以基本上數據一定比大家 一個一個一個看還準確 那我測試的這個次數 每一個技能 我通通砍了2000次 對怪物砍了2000次 然後從所有這個攻擊的紀錄裡面 去把有發動單手精通 或者是雙手精通 或者是狂襲的這個 次數把它抓出來 然後去算他的平均發動機率 好 那下面這張表格 就是我們統計出來的這個結果 所以呢 單手劍精通 這招發動機率 以2000次攻擊這個測試 結果來看的話 是3.85% 然後雙手劍的精通呢 大概是1.8%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大概是2% 好 那單手劍可能就是4%這樣子 那狂襲的話 發動機率真的有夠高 好 他到11.65% 當我在測試的時候 我發現 哇那個狂襲的這個效果 他會在畫面上出現紅色的這個 傷害乘以1.5 好 這個畫面呢 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狂襲這招真的還不錯 那在傷害的部分呢 單手劍精通 這招其實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他的發動機率只有3.85% 發動的機率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傷害的話 其實他的傷害就是你原本的最大傷害 直接乘以1.5就這樣子而已 那因為發動機率太低 所以呢 這招我覺得就純粹 我們就先不把重點放在這一招 我們繼續往下看 雙手劍精通 還有狂襲這兩招的部分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雙手劍攻擊的情況下 這邊我整理了3個這個情況 那我裝備的都是加零的巨劍 那對這個NPC做以下三種方式的攻擊 第一個是暴擊 第二個是雙手精通 簡稱雙精 雙精加暴擊傷害 然後再來混合傷害 就是狂襲加雙精加暴擊 這三種傷害 來我一個一個解說喔 第一個暴擊傷害就是很純粹的 加零巨劍 這把武器打出來的暴擊傷害 以我這個測試的機體來講 打出最高是96 這個是暴擊傷害 武器的最大傷是96 然後再來我施放雙精之後 他也會暴擊 然後在測試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 雙精可以跟暴擊同時來觸發 他不會因為暴擊 然後就不會有雙精 他這兩招是可以一起觸發的 所以打出來的最大傷害喔 雙精的話他原本的最大傷害就是 三倍攻擊的三倍 所以你大概這樣看一下 我們上面的暴擊 這個是暴擊數字嘛 暴擊數字乘以3 就剛好就是288 這個是混合的 所以剛好也是證實這件事情 雙精跟暴擊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然後再來看第三個混合傷害 這一招就真的很可怕喔 混合傷害就是 雙精加暴擊 原本已經是228 288了嘛 那再加上一個狂襲 狂襲打出來的傷害會再乘以1.5倍 也就是說混合傷害的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288乘以1.5 就差不多就是427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傷害其實是非常的可怕 因為我現在拿的測試的武器 只是拿加0巨劍而已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混合傷害什麼時候可以觸發 它的機率是多少 但是這個小兵要跟你說 同時觸發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在我2000次 攻擊2000次的這個測試裡面 大概只觸發過3次左右而已 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基本上 因為在混合傷害裡面 它混合各種不同的這種傷害的組合 有可能是雙筋加暴擊 也有可能是暴擊 也有可能是純粹的雙筋這樣子 所以你在我的測試的表裡面 你會看到有的打100多 也有打200多300多 最多打到400多 就是這樣混合傷害的這個跳的範圍 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你只要每次一發動 發動這個雙筋或者是暴擊 這個打出來的傷害都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狂襲本身它的暴擊率 發動機率其實已經很高了 所以這樣組合起來 雖然說雙手劍打得慢 但是因為它的傷害高 所以打出來的這個瞬間的這個傷害 會非常的可怕 那我們現在拿的是加寧巨劍嘛 我們看一下如果是拿加9的祝福屬性3階的 這個惡魔雙手劍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好就是這張圖 打出來的傷害500多 打出來的傷害500多 這個其實已經非常可怕了 它打出來是500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軍傷 基本上每一刀都在111這邊 每一刀都在111 所以這個傷害其實是非常可怕 它只要再爆一下 爆一下爆一下 你這個角色就是敵人的血 馬上就沒了 怪物的血馬上就沒了 所以這張是非常的可怕 好 那我相信對課長來講 這些東西都不是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針對這些技能的測試 我還是給了一個我自己的一個評語 來 雙手劍 單手劍的精通 它的發動機率是3點8 我爬我寫下來 它這招呢 我給它的評語是 給單手劍騎士角色多一點的安慰 那它的發動機率很低 所以這個就是有就好啦 因為其實騎士的設計 本身就是在雙手劍上面 所以它當然不會給單手劍太多的這個好處 那再來看到雙手劍的部分 雙手劍精通發動機率1.8% 它是低機率瞬間猛力輸出 然後對敵人血量低的敵人造成一定程度的這個壓力 因為它可能瞬間會被壓血壓掉 然後再來最後一招狂襲 狂襲的話就是如果雙筋跟暴擊同步發動的時候 它可以狂暴傷害瞬間秒殺敵人 那騎士改版成這樣子呢 基本上該擔心的是誰 其實是以前如果有轉成暗黑騎士的那些騎士 所以我們以前一直在講說 暗黑騎士如果你是玩騎士的話 想要轉暗黑騎士 假設如果你有紫記 你有紅記紫記的話 你就一定要考慮一下 因為之後一定會做出平衡 那現在這個呢 其實如果你之前有在關注韓版的資訊的話 你就會知道韓版早就已經改版了 所以現在這樣子 基本上以傷害來講 騎士的傷害其實很可怕 那當然每一種職業有不同的玩法 適合不同的人去玩 那你要怎麼玩是大家自己的選擇 大家自己的自由 反正好玩就好 那不管哪一種職業都有它的這個缺點跟優點 好那以上的測試呢 就是分享給大家 這些測試呢 總共測試了好幾個小時 那小編跟這個我們的一個低調的一個課長呢 87級啊 他說他不想露出他的ID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去講他的ID 不過特別感謝他可以借我們帳號 借了好幾個小時去做這個測試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小編按一下這個訂閱 然後按追蹤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的這個 最新影片的上架通知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